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南派三叔回应网友关于王一博 朱一龙出演《盗墓笔记》的期待 随着《盗墓笔记》系列作品在影视圈的持续热度 以及王一博、朱一龙等演员在演艺界的崛起 网友们纷纷在社交媒体上呼吁 让这两位演员出演《盗墓笔记》系列的相关角色 对此原著作者南派三叔也给出了积极回应 引发了广泛关注 网友热情呼唤 王一博、朱一龙成热门人选 自《盗墓笔记》系列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以来 其选角问题一直是书迷和剧迷关注的焦点 近期 随着王一博在多部影视作品中的出色表现 以及他此前在综艺节目中展现出的 与小哥张启玲相似的沉稳气质 不少网友纷纷留言 希望他能出演这一经典角色 同时 朱一龙在《重启之极海听雷》中饰演的 《无邪一角》也深入人心 其精湛的演技和对角色的深刻理解赢得了广泛好评 因此也有网友呼吁他继续出演《盗墓笔记》系列的其他作品 南派三叔积极回应 表示总会有机会 面对网友的热情呼唤 南派三叔在多个场合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他首先对网友们的热情支持表示感谢 并坦言对于演员的选择 他始终保持着开放的态度 在谈及王一博和朱一龙时 南派三叔表示 他们都是非常优秀的演员 有着很高的专业素养和演艺天赋 对于大家希望他们出演《盗墓笔记》的呼声 我听到了 也感受到了大家的热情 我相信未来总会有机会让他们与《盗墓笔记》这个IP产生交集 南派三叔还进一步强调了选角的重要性 他指出 选角并非单纯追求外貌或流量的匹配 更重要的是演员能否深入理解角色 把握角色的灵魂 他相信只有真正懂得角色 热爱角色的演员 才能将角色演绎的生动传神 深入人心 期待未来合作 共同打造经典 南派三叔的积极回应 让众多书迷和剧迷看到了希望 他们纷纷表示 期待未来能够看到王一博或朱一龙 在《盗墓笔记》系列作品中的精彩表现 同时 也有不少网友表示 无论最终有哪位演员出演 他们都将全力支持 并期待与原著作者南派三叔 一起共同打造更多经典的影视作品 随着《盗墓笔记》系列作品的不断改编和推出 其影响力也在不断扩大 南派三叔作为原著作者 对于选角问题始终保持着高度的关注和谨慎的态度 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 他将继续秉持着对作品负责 对观众负责的原则 为我们带来更多优秀的影视作品 同时 我们也期待着王一博 朱一龙等优秀演员能够与《盗墓笔记》这个IP产生更多的交集 共同为我们呈现更多精彩的表演 王一博家族演唱会三首歌合集 王一博的舞台均为精品 昨天的乐华家族演唱会上他发布了新歌 Somebody Else's Arms 舞台唯美迷人 在大合唱环节 还唱了《枝子花开》和《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不同角度的两个饭拍 拍得较好的一段 I try and try and it is not you 只是手随意地点了两下就别有一种落寞的感觉 还有爆发力很好的漂亮踢腿转身 王一博无论是跳舞还是演戏 过人之处就在于他的表演很有氛围感 有感染力 看着满场的绿海 王一博心情轻松欢快 走到伸展台跟粉丝挥手 还卡点蹦搭两下 是可爱的酷盖了 王一博舞台表现获赞 但粉丝极端行为引发反思 王一博作为顶流爱豆 表演时总是尽力呈现出最好的状态 从衣着到表情管理 甚至连夜下的卫生情况也得到了粉丝们的高度关注 许多粉丝在社交媒体上纷纷称赞王一博的职业素养 认为他用心对待每一次舞台表演 展示出最完美的一面 他的每一个动作和表情都让粉丝们感到满意 甚至直呼帅到让人心动 王一博在舞台上穿着简单的白T恤 搭配狼尾发型 让观众们眼前一亮 这个造型虽然简约 但却非常吸引眼球 尤其是他在表演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和枝子花开时 不仅展现了出色的唱跳能力 还与观众进行了互动 赢得了满堂喝彩 粉丝们纷纷拍下他在舞台上的高清图片 分享在社交媒体上 引发了大规模的讨论和转发 王一博的形象管理不仅仅体现在舞台上 他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管理也非常严格 作为公众人物 王一博深知自己的一举一动都会被无限放大 因此他非常注重自己的形象管理 无论是在公开场合还是私下 他总是保持着最好的状态 这不仅是对自己职业的尊重 也是对粉丝们的负责 很多粉丝表示 正是因为王一博这种言语律己的态度 让他们更加喜爱和支持他 然而 王一博的粉丝群体中却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声音 有一些粉丝在网络上对其他艺人进行恶意攻击 甚至集体聚拢起来喊口号辱骂无关人员 这种行为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不少人质疑王一博和他的团队是否有意识到这种行为的严重性 有人认为 这些极端粉丝的行为不仅损害了王一博的形象 也给其他人带来了不必要的困扰 极端粉丝行为带来的困扰对于这些极端粉丝的行为 王一博和他的团队是否进行了反思 为什么只有王一博的粉丝会出现如此高亢和邪恶的行为 而其他艺人的粉丝却没有 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极端粉丝的行为不仅给王一博带来了负面影响 也让整个娱乐圈感到困扰 一些人认为王一博和他的团队应该采取措施 制止这些不当行为 维护艺人和粉丝之间的良好互动关系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 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 充满活力 再见